同桌100 同桌100 祝你考试100 满意100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齐老师 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是 不编教材五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习作 形形色色的人 上课 对 老师好 同学们好 同学们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了习作 形形色色的人 同学们写出了自己的作品 美誉是着出来的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我们写出来了描写人物的特点的习作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将对习作进行修改 同学们要从这节课当中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来修改自己的作文 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上一次习作的要求是什么 霍一如请你说 上次习作的要求是写一个人突出他的特点 非常好 请坐 上一次我们习作的要求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写的 把一个人的特点 把一个人的特点写具体 写一个人 抓住特点来写 选取最典型的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特点 用上外貌 语言动作 神态心理活动等描写的方法 把人物的特点写具体 这就是我们上一次习作提出的具体要求 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进行审题命题 从而进行写作的 那么在你们的习作当中出现的比较大的问题是 一选取的事例不够典型 有的同学所选的事例没有很强的针对性 不能表现出人物的特点 第二个方面是对人物的外貌动作 语言神态心理活动等描写写的不够 不能够很好的把人物的特点表现出来 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习作当中 比较好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题目 这是大家在习作当中用上的一些好题目 同学们看看这些题目浏览一遍 同学们来说一说 通过刚才你看到这些题目 你觉得这些题目好在哪里 杨一波请你说 这些题目好在读他的时候一看题目 就知道这篇文章写的人物的特点是什么 嗯很好请坐下来是的 刚才的这些题目 刚才的这些题目 用一个词语就概括出了这个人物的特点 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就能够表现出 他要写的人物他要写的人物的特点是什么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些比较好的句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神眼老爸这篇作文中的一个句子 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 胡胡同你来读读 爸爸盯着我眼睛里好像要喷出火来 继而发出的狮子般的怒哄 你怎么又玩电脑了 好请坐下 你看这里边通过的是对爸爸的什么描写 来表现出爸爸的特点的呢 杨一波你说 主要通过爸爸的神态和语言描写 解出了爸爸的特点 嗯好极了请坐 你看语言还有这神态的描写 主要通过这些描写来突出了爸爸的特点 另外还有爸盯着我 怒吼 这是他的动作的一个描写 来看这个野蛮女孩 这里面的有一句话 杨雨晗你把这句话读读 野蛮女孩见了一个剑铺冲上去 大号一声不许欺负女生说着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像领小鸡一样 把他押回到座位 好请坐 你从这段话 你从这段话的哪些词语 你从这段话语当中感受到这个女孩的特点 你看抓住哪些词语 把这个女孩的形象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如何来写出他的特点 如何来写出他的特点 找到动词了吗 找到了 有什么词 还有 大喝一声 大喝一声 还有 揪揪 揪住 还有 拎小鸡一样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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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再看这个 淘气妈妈 见我胜利在望 妈妈撅着嘴撒起娇来 不玩了不玩了 最后肯定是你赢 天哪又这样 这到底谁是谁的女儿啊 这是通过妈妈的什么描写呢 有语言 有动作 还有 对了 你看 主要是通过动作和语言的描写 写出了妈妈那种 淘气和童心未敏的特点 我们接着再看 写堂地的 这段文字当中 又可以出出堂地的什么特点来 看完了吗 你觉得 这是个什么样的堂地呢 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用一个词来形容形容他 杨一博 你说 我的堂地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 很好 请坐 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 你看这里边用了一个词 什么 对 西皮笑脸 对 西皮笑脸 而且他的语言 你看他的语言描写 西皮笑脸的说 我不是神仙 我 的的确确是 真凡人 他说的这个凡人 和我说的凡人一样吗 不一样意思 所以说 弟弟的调皮 一下子 就写出来了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这是写的 我 和我的同桌 心仪 快速读 看看你又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孩的形象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描写 预言 预言的描写 转过身来 走 还有 神套 满眼对象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看 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还是语言描写最多 这是选字牛皮筋 牛皮筋 牛皮筋 这个题目也取得特别 你看 其实他写的牛皮筋 是来写他的同桌的 这个同桌啥特点呢 年人吗 年人 是啊 你看这里面 主要运用了语言的描写 动作的描写 其实还有神态的描写 来表现出了他的同桌心仪 十分粘人的特点 通过上面这些好聚的欣赏 通过这些优美的片段的赏心 我们可以发现细心的观察 认真的倾听 用心捕捉 细细琢磨 才能用语言文字 把人物写活 让读的人 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再比如我们看一下 欣赏欣赏 这一篇 这个片段 好 请同学们快速的浏览这些内容 这是来写他的唐老师 浏览的时候还要进行思考 这是对什么描写 对唐老师 对唐老师的 外貌 对外貌的描写 好 再接着看 老师的形象写出来了 那么这段话又是如何把这位老师的特点写具体了呢 用了什么描写 什么描写 外貌 主要是通过外貌的描写 写出了唐老师性格乐观爱读书的特点 我们看一下 有一位同学描写了他的好朋友 请大家认真的来读一读 看看这个同学是抓住了人物的什么特点来写的 好 现在就请同学们快速的浏览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描写 主要是什么描写呢 动作描写 写剧烈的扭动 密着眼睛 紧闭着嘴巴 头发一甩等等 写的非常形象 也非常的具体 读完这段文字 你觉得小林有什么特点呢 杨一博说 我觉得小林有爱跳舞 跳舞是十分专注的特点 好请坐 是啊 通过刚才那段描写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的这个同学特别喜欢跳什么舞 街舞 酷爱跳街舞 把这个特点写的非常非常的突出 而且写出来他跳舞的时候特别的专注 把周围的一切都忘掉了 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忘我的那种境界 所以说你看通过他的动作的描写 通过他的神态的描写 把这个人物的特点写得特别的清晰 通过动作 神态 把这个人物形象给写具体了 所以说在习作的时候 加入详细的外貌描写 神态描写 动作描写等等 运用这样的方法 就能够把一个人的特点写得非常形象 非常具体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文章 有一个片段 大家看一看 这个文章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找一个同学 把这里来读一读 小天一 请你来读读吧 小天一 请你来读读吧 我说 我用计算器算了一遍 果然不错 我说 好厉害 少艺说 这没什么 我说 711除以3等于多少 少艺说 237 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少艺说 我算出来的 我说 好厉害 少艺说 以后不懂的 尽管问我 我说 好 好 请坐下 同学们 你刚才听完小天一同学的朗读这段文字 你觉得它存在什么问题吗 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了 但是让我们总感觉好像有点问题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杨一波 你说说你的感觉 这段文字并没有写出少艺的特点 他就大部分都写的是少艺和我的对话 然后就就只通过一段对话 并没有很具体很形象的把少艺的什么特点写出来 好 请坐 你分析的非常好 你看 我说少艺说 我说他说 是不是 这里面除了语言 没有加入人物的动作呀 神态呀等等的描写 只有这样生硬的语言对话的描写 写的不够细致不够具体 没有把少艺这个人物的特点很形象的写出来 那么怎样给他改一下才好呢 同学们看 这是修改之后的文章 老师来读一读 大家认真听 一次我在家写作业 突然遇到一道题 把342个鸡蛋平均分成三份 每份是几个 我算不出来 就去问少艺 他想都没想 张口就说114个 真厉害 我不禁再谈到 这没什么 少艺倒是很谦虚 我想再试试他 又问 711除以3等于多少 等于237 少艺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我算出来的 你真了不起 我佩服的五体头地 别夸我了 少艺说 以后不懂的尽管问我 我高兴的说 好 同学们比较一下 这段文字和修改之前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哪里进行了修改 原来生命的对话 我说少艺说 我说少艺说 现在在对话前面加入了什么 修士词 加入了修士词提示语 是不是 提示语上 在提示语当中 加上了人物的神态和动作 运用了动作和神态的描写 来表现出了人物的特点 比方说 刚才读到的 少艺脱口而出 是不是 还有真了不起 我不由得赞叹到 还有很多 这样的神态和动作的描写的加入 把人物的特点给表现出来了 另外我觉得 这里面还有 对人物的正面和侧面的描写 我对少艺的表扬和夸赞 就是什么描写 侧面描写 对就是侧面的描写 然后少艺的表现 脱口而出啊 不加思索的就说出来呀 这都属于是正面描写 你看 这样一修改 就把文章写的更具体更具体更形象 所以说在写对话的时候 可以加一加加上人物的神态和动作的描写 也可以简一简把说话人省去 大家想 刚才修改之前 对话都是 我说少艺说什么 我说你怎么样 少艺说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对话 显得声音吗 对 显得非常声音 因为联系上下文 有的提示语 谁谁说的 可以省掉的 不加谁说 别人也能读出来 那是谁说的话 所以可以用简一简的方法 把说话人省去 不要雷雷醉醉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我说他说 我说他说 这样显得文章很啰嗦 语言不简练也不生动 还有挪一挪 怎样挪呢 让说话人走起来 让说话人走起来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加入说话人的什么呀 动作描写 是不是 加入说话人的动作的描写 神爱的描写等等 就是把这个人说话 让他活起来 还可以变一变 把说字变成其他的词语 想一想刚才的 怎么把说变成其他的词呢 来你想一想 刚才的文章中出现了什么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杨一博说 上面的文章中修改过的是少艺 以前修改前是他说 修改后是少艺脱口而出 好请坐 是 原来是说的少艺说什么什么 而这里呢 是说 没说少艺回答 因为我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然后少艺就脱口而出 变成脱口而出 还可以变成什么 小天一你说 之前他是说 就是关于鸡蛋的题 但是改完之后就变成了问 就问少艺那道题 嗯 好请坐 问问题的时候 问别人话的时候 不用说 而用问 更具体 更准确 是不是 表达的就更准确 还可以变成什么呢 再想 侯一如你来说 之前是我说什么什么 现在改为我赞叹到什么什么 嗯 棒极了请坐 你看 在原文当中 你真了不起 这是对少艺的赞扬表扬 从心里边的一种夸赞 原来是说 我说你真了不起 少艺说 没什么 你看 很生硬 可是改过的文章 直接说 我不由得赞叹到 没有再说 说这个词 在一篇文章里面 这样变化的来说人物 来写人物的对话 就显得文章语言特别的丰富 也特别的形象 我们还可以用很多这样的形式 刚才我们说到了脱口而出 赞叹到 怎样问 是不是 我们还可以直接把它省略 不用再用中间的谁谁说 就是变换 就是变换多种形式 变换多种形式 他说的脱口而出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样的 他不由得 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直接说语言 都行的 所以说在写这样的文章时 写人物的对话 尤其是在你的文章中 人物的对话比较多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 变换的形式 变换的词语来写 不会让你的文章 显得很生硬 显得很死板 这样你的文章 就显得有声有色了 这样就可以 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让你笔下的人物 活起来 动起来 所以说 我们在写人物的时候 通过刚才的 这个示范的例子 修改的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 学会修改文章 其实是一种技巧 它可以让你的文章 变得更加的精彩 文章 来回去 读一读 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地方 是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 因为斟酌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你用的这个词 确实不太恰当 原来的这个词语 可以不用的 可以省掉的 原来这个对话描写 可以更生动 更形象的 这样的地方 就把它修改 这样会让你的文章 更加的生动形象 好 刚才我们是举了一个例子 交给了同学们 如何进行文章的修改 文章的修改 其实还包括很多的方面 比如我们从文章的主题上 来进行把握 一会儿我们先读自己的习作 再在小组里面相互传阅自己的习作 相互进行修改 那么修改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住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我们先来看这个提示 读自己的习作 看看是否选取了最典型的事例 来表现人物的特点 你要看一看 你所选择的事例 是不是典型的突出人物特点的事例 再看看是否把人物的外貌动作 语言神态心理活动等等 这些地方写的细致具体了 如果是这些描写当中 你选择了其中几种描写能很好的突出了人物的特点 那证明你的文章写的很成功 如果有欠缺的地方 你要进行修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把握住 这一次习作的主题 就是要通过典型的事例 表现人物的特点 先自己修改 然后我们再在小组里面相互商讨 同学们可以在小组内 把自己的文章让大家一起来品读 这样同学们 你多一个听众 他就能听出你的文章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大家相互修改 相互提建议 这样就更加有利于我们作文的提高 在别人给你提出建议之后 再根据别人的建议 再次进行修改 相信经过修改之后 同学们的作文一定会越发的精彩 好 同学们 相信这节课 大家一定学会了 如何来修改自己的作文 老师期待 你们修改后的作文更加出色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下课 请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